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iStar 全球新势力 我是莫祥珍 每年金钟奖最受瞩目的奖项之一 就是主持人奖了 不过讲到最厉害的主持人 您会想到谁 我会想到吴宗憲 憲哥他在现场反应机制 而且对话幽默 总能在现场想出许多综艺梗 让你笑翻 除了天王之外 其实还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主持人 上次浩子搭配乱谈阿翔 组成了浩角乱想起 两个人凑在一起还真的很搞笑 另外还有补校名师吕杰 从网路跨足电视 今年闯出好成绩 还闯进了金钟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憲哥吴宗憲 手上节目呢 各个表现不俗 综艺碗很大 综艺大热门 一个是全世界走偷偷的体力活 一个是棚内聊聊演艺权话题 尤其综艺碗很大 这几年开创了 台湾综艺节目新形态 上山下海又要跑 又要玩游戏 他怎么比喻自己 赶快来看看我们的专访 我说了你 我就把游泳池的水给喝吧 好 明明是SERVICE的孩子 SERVICE 趕快剩下13秒 快点快过去有公车来了 快快去 来了 快 走 先跟你辛苦了先 各位节目主持人吴宗憲 全身湿透透 拼铁力 賣力充 演也不输 年轻晚费 开眼头不可怕 我还遇过一个整什么你知道吗 整什么 开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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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忽神啊 他没有忽神啊 发挥搞笑功力 及时笑话 每次都让来宾招架不住 一个是综艺晚很大 一个是综艺大热门 名字弄混不要紧 因为都是吴宗憲领军 今年再度双双闯进 金钟五四 一位吴宗憲 Kids林博生 小鬼黄红生 综艺晚很大 我觉得我是一个在擦秧的农夫 对 那一直感觉是后退 其实是向前嘛 他里面不是有讲这句话吗 那不断的在这个行当里面 不断的埋头苦干 一直在那里擦擦擦擦擦 突然间一抬头 哎呦秋天到了 突然间就丰收了这样 所以可以拿到三次 我已经觉得哇 惊喜 而且那个综艺晚很大 那个节目是连续两年得奖 连续两年拿下金钟 益智景时镜节目主持人奖 献哥今年再度联装 还双六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评审标准要的是创新 一二三 祝你 好 谢谢 我们一人凑一万凑八万 好啊 送给红衣人 跟一般的闯关游戏 吃吃喝喝不一样 每心情玩很大 都有设计游戏梗 每集玩法都不同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很硬 很辛苦 我就是习惯压力的人 所以再辛苦的 对我来讲都是什么 我是台湾艺能界第一个跳的 花莲 然后对迟到了火车迟到不是我们 然后砰去到那家老外澳洲人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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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问好 OK 你一定说OK的 对不对 OK OK 然后帮我绑起来 你也不知道要干嘛 站在桥上面直接有点危险 是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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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推下去了 不要怕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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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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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要争 不要争 大家认得出中间那一刻是 本土天王 吴宗憲啦 做节目真的有操到 吴宗憲说自己拼到一条老命都要玩掉 但全世界走透透 远赴瑞士使劲拍摄收视率破五 創下最高 今年再入围 情况又不一样 女儿的希望女儿得奖 她们得奖机会比较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 因为我的节目都是 全台湾都收视第一名的 她们收视率可能都没有跟我挑战的机会 但是她们那一类型的东西是 評審比较喜欢的 今天的主题是世界记忆大赛达人争霸战 姐弟,来了 请配置出三组相同的复刻牌 请抢答 一号、九号 一号、九号翻牌 是不是一样的 一号、九号有一樣嗎 正確 二号、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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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部女儿Sandy 超重女儿的憲哥说 让给她们吧 因为憲哥再得 就已经是四年联装 但讲到憲哥的演艺录 其实高潮迭起 帮我唱一点好不好 还好我是唱将 要不然就玩到 好,我唱蛋了 好 這一 part就给你们唱了 好 好 我們跟梁諧星上小巨蛋嘛 來囉 好,來 來 你們真的小窗外 有一個本小孩 出生在六零年代 十來岁到城市不怕辣 太陽才經過了九零年代 你們唱 好 發現啊 青史里朋友們不用去灌溉 花子海 好 好 好 歌手出道 拼出事業巔峰 謝謝我們郭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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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部長信的是鄭 不是郭 謝謝我們鄭部長 不 對不起 收下榮耀 節目做五年 歡笑夾著淚水 金鐘主持人獎連三斤 憲哥還在創造自己的演藝紀錄 謝謝 憲哥 KID的紅隊給我們的瘋狂 Yeah 未來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 繼續收看 綜藝玩很大